接着呢我们来讲讲我们的这个一个linked bag的member function吧 那我们的这个我们现在要写一个class叫linked bag 之前叫array bag嘛 现在叫linked bag 那这个东西里面要包含什么 那其实这个问题还蛮容易回答的 就是你看看array bag array bag继承你的bag interface 或者说它去implement你的bag interface 它里面呢有一个装东西的主体 然后呢它有item有几个 它最多可以存几个东西 有这样子的一些资讯在 那么我们显然现在还是需要item count 我看着你的array 看着你的bag 我还是需要知道你一共有几个东西 但是跟capacity有关的这个啊这个啊 这些东西就不需要了 那我们要怎么样储存我们的这一些所谓的node呢 我们知道我们的第一个node指向第二个node 第i一个node指向第i加一个node 那毫无疑问底 我们就必须要知道第一个node在哪里 我如果知道第一个node在哪里 我自然就知道后面全部的node在哪里 那所以第一个node就很特别 那我们通常都把第一个node叫做head 或者更精确一点讲呢 我们会做一个指标 这个指标呢叫做head 这个指标会去指向我们的第一个head 那也有另一种讲法是说 那我们这个东西叫做head pointer 就是去指向head的pointer 那哪一种讲法都可以 反正你知道你自己在讲什么就好了 那么呢我们今天 我们的这个link bag的object 它有什么 它一样要有item count 它type是int嘛 那除此之外 它有一个我们刚刚说的head pointer 那咱们就叫它head pointer吧 那这个东西的type就是一个指向node的指标 那当然template要加进去用 它呢是一个pointer哦 它不是一个node 所以图结起来的话 会像我们画面上看到的这个图这个样子 我们的class会有两个member 分别叫做item count和head pointer 它们是两个instance variable 那这里呢我们说它是static member 是什么 它不是我们以前讲的static member variable 或static member function的那个static 这里的static是对应到 后面你将会出现的那一串东西的static 后面呢待会你会有一堆dynamic member 是你加一个东西new一块空间 加一个东西new一块空间 是这样子做出来的 那么我们的head pointer 还有我们的item count 就是两个静态的成员 说人家静态成员是在乘乖 就是它不是动态的成员 它们是instance variable 所以呢这里画紫色 或者画蓝色底 表示它们是跟后面那些白色的家伙 是不一样的 好那具体里来看一下implementation 所以呢我们今天就要有两个data member 它基本上呢就是一个指向head的指标 叫做head pointer 还有就是一个int告诉我 这里有多少东西 那我们可能还会有一些 其他private member 等一下也许会发现 想来应该需要一些constructor吧 那另外呢 back interface里面 它有define的那些function get current size add remove 待会都要去做implementation 那我们先来implement底下 这一些member function 那首先来点简单的 isempty跟get current size 这两个没什么太大变化 isempty的话呢是一个constant function 它要做的事情就是问问 现在item count是不是零 那get current size呢就returnitem count 所以这两个跟以前几乎没有任何差别 就是把template套进去就好了 那再来add add这个函数现在就要费点功夫啦 我们呢add 你大概可以想象会发生什么事情 我这个bag里面如果本来有六个东西 它就要变成七个 八个就要变成九个 那我们本来呢有一个head pointer 它指向一个node 再指向下一个node 再指向下一个node 以此类推 那我们somehow要帮自己决定 我们要加一个东西的时候 我们势必就是要生出一个新的node来 那它要插在哪里 那我们的bag里面的东西是没有顺序性的 跟什么排队啊 这种东西不一样 没有顺序性 所以要插在哪里都可以 那我们就说我们来插在beginning的地方 也就是说呢我们要像下面的图一样 我在加入一个新的item了以后 这个新的node要发生什么事情 它要用head来指向新的node 然后新的node去指向刚刚的第一个东西 那我们来具体的看看这一段话要怎么做 也不是太难 这里 我们要add东西的时候呢 首先你要给我一个东西 然后就废话嘛 然后你给我东西了以后 我知道这个new entry是什么了 是一个 我看我的item type是什么 所以得到这个new entry了以后 我们首先要做的事情 是先new出一块空间来 所以我要先new出一个node new出node的时候呢 我们在这里是使用它的default constructor 然后接着我们去setitemsetnext 去把这个new entry塞进来 所以这里是new entry 先塞这个 然后呢setnext是head pointer 这句话是什么意思 head pointer里面存的是 这一位人凶 这个家伙的address 我就把这个人的address把它塞进去 我刚new出来的这个指标 那就是表示这个指标要指过来 对吧 是这个意思 好 所以现在head pointer指向的东西 跟我这里的这个next指向的东西 是一样的了 那我接下来要干什么 我就是要让我的head pointer 去becomes我的new node pointer 我这个new出来的空间 刚刚是有一个指标指过来的嘛 就是这个东西就叫做new node pointer 那我们这里呢就要把head所存的位置 把它改成new node pointer所指向的位置 我化觉有点丑 不过就是指向指过来 那接下来呢就是它会变成这个图 这看起来可能容易一点 就是我先new出来的空间 我让它指过来 然后呢 我这里本来就有记它的位置 我就让它指过来 那这样子的话就会变成一个 真成功地插入的样子了 完了以后item count加加 然后return true就好了 所以要理解这种程式嘛 最好的方法 就是大家把我刚刚画的图 试着自己一行一行地执行 然后去画一遍 能画得出来的话 那就八九不离十啦 我们在这一页做的动作呢 在之后好多的lecture 都会陆续的提到 因为之后还有好多data structure 就用类似这种link的方式来implement 这个地方这里insome sense是最简单的 因为item没有顺序性 item也可以都重复 所以你要加就加 你爱在在哪里就加在哪里 那它也不需要检查 有没有重复啊 这一类的事情 所以它implement起来是蛮单纯的 你只要看好 我new出空间来 我指你 你指我 这个指那个 诶 这样就搞定啦 那么 今天你可能可以想一下 为什么我们要加在beginning的地方 我为什么不要告诉别人说 我想要加在最后面 那答案其实蛮简单的 因为我要加在最前面的话 最前面在哪里我知道 因为我有一个head pointer 这个东西 它就告诉我第一个item是谁 存在哪里 那如果我想要放在最后面的话 我其实一开始根本就不知道 最后面这个东西 它存在记忆体的哪一个位置 我要问 诶你知道吗 你知道吗 你知道吗 我问到最后才知道 所以插在最前面 记好写 效率又最高 好 那么呢 我们再来做另外一件事情 这件事情呢 叫做to vector to vector这个东西 如果你这个影片 这样看下来的话 可能是挺陌生的 想说这哪会啊 to vector这个东西是这样 有的时候 我们呢 在做我们的这个link best的时候 就如你刚刚所见 我是没有办法任意的 存取其中的第五个 或第八个东西的 但有的时候我们还是想要这么做 所以我们这里想要来一个新的函数 我希望呢 我可以把所有的item都放进vector里面 这样子 那如果我们要这么做的话 我们用这个例子来顺便来展示 所谓的list traversal traversal是 traverse的中 的名词 就是旅行的意思 所以呢 在这个ds的世界里面 traversal一个list 就是全部从头到尾跑一遍的意思 好 那我们要展示一下怎么做这件事情 这是这个例子的重点 那我们因为有head pointer 我们知道我们的first node的address在哪里 那我们又有head pointer的get next 我就知道我的下一个东西在哪里 那接下来要干嘛呢 接下来就是表示说 我必须要有一个所谓的location pointer 我们叫它current pointer吧 它呢 会去存我每一个iteration 我会去存一个node的新的address 然后借此往下跑 往下跑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这段sudo code 我要让current pointer 指向我list里面的第一个node 然后当我的current pointer 不是一个node pointer的时候 我就要把它的data part 去塞给一个vector 然后呢 我要去把current pointer 这个address 指向我的下一个pointer 我的next pointer的这个part 那也就是说我的一个node 我的data portion 就把它放进vector里面 next pointer的portion 它不是会指向另一个node吗 我的这个所谓的current pointer 就要从直这边变成直这边 那你这样猛的一看 肯定是觉得怪里怪气的吧 那我们来看一下完整的程式码 这东西呢 template的部分你也大概都知道 那我们就放着吧 它要做一个函数 是一个member function 这个member function呢 要回传一个vector 那我们来试试看 首先 我先建立一个空的vector 它叫做bag contents 所以它待会里面 就是装着一大堆的items 然后呢 我有一个list 对吧 我有一个list 比如说长得像这个样子好了 嗯 话才真丑 比如说像这样吧 那这里呢 就没东西 那我们在这个地方 好 我们呢 一开始就有一个head pointer 指向这个地方来 然后我就有许多的next next next i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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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样子 好 那么呢 我一开始的时候 我要让这个所谓的current pointer 去指向我的head pointer 所指向的地方 所以一开始的状态是这个样子 接下来我发现current pointer 并不是no pointer 所以呢 我就把它current pointer current pointer 指到的东西的item 把它取出来 放进我们的 这个 嗯 放进我们的back contents里面 所以我们就做了一个pushback 我就把这个i1放在这个地方 接下来呢 我做这件事情 这件事情就是 我要让current pointer的内容 被update update成什么 把current pointer的next current pointer的next 所记载的 它第二个东西的address 放进去我的current pointer 所以我的current pointer呢 这条就不会再指过去 它就会变成指向第二个东西 好那这句蓝色的话 大家可能要仔细的咀嚼一下 因为它会很重要 它很常用 那其实说穿了没什么 current pointer 目前指向谁 那个node the next the address 它里面存的那个address 拿出来 塞给我们的current pointer 就是这样子 那如果你觉得实在很难理解的话 你可以看这两行 基本上就是把一个动作拆成两个动作 好那完了以后呢 你就想一想就 哦 OK 总之就是current pointer 等于current pointer的next 它就会往下了 那这个动作做完了以后呢 再检查一次 这个第二个item 我current pointer 不是node pointer 我就再把i2塞进来 然后呢 我在这里取消 指向第三个东西 它依然不是node pointer 再把i3塞进来 然后呢 它再指向下一个东西 i4再塞进来 这个时候呢 还是要所谓的 再指向下一个东西 不过因为这个是node pointer嘛 所以这个时候 不指向下一个东西了 我的current pointer 也要变成node pointer 然后 诶 再下一圈的时候 它就会结束这个回圈 它就会变成node pointer 然后我就跳出回圈 我就return我这个vector 那这样这件事情 就大功告成了 我们就可以成功的 做到tovector 把bag里的内容呢 都塞给 这个一个vector 回传回来 那事实上 得到vector 并不是最重要的 最重要的 在这个例子里 就是要做这个 list traversal 好 那么这个地方 就是一样 就是刚刚的图解 那这个我们就不多谈 大家可以自行欣赏一下 就是呢 我们这个current pointer 它会一直往后跑 一直往后跑 一直往后跑 在之前原本的时候呢 它指向这里 做了一次 current pointer get next以后 它就会变成指向下一个element 那这个东西就是我们这个 list traversal的一个重点啦